虎指内扣 虎口称圆 它的掌形是这样的 它的步行 步行是要取膝合膝 走的时候是内直外扣 不大掰大扣 身形 尹氏八卦掌很注意身形的练习 它的身形是含胸 沉肩 溜臀 气沉三田 尹氏八卦掌套路多 气节多 在练习时 以基本功训练为主 尹氏八卦掌很注重基本功的训练 平时 如同其他武术一样 离不开 马步 公登式 呼虎式 金肌独立式 所以要求练马步的时候是两个脚尖向前与肩宽 蹲的时候要含胸 要溜臀 溜臀 要这样 不要前挺后接 收纹 这是尹氏八卦掌的七种功 要求铺骨 要求铺骨式 要迈开 左腿 左腿 身体 前腿 前腿要攻 后腿要蹬 要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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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腰 这是基本功 还有就是做虎式 也是走掌基本姿势 基本姿势 两脚并齐 垂肩 目视前方 我们也叫做无极式 无极式 这是尹氏八卦掌 基本功训练的方法很多 上面所讲的是最基本的训练 下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尹氏八卦掌的传掌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尹氏巴巴掌的特点是套路多、气节多 下面向大家介绍推特掌 推特掌是尹老师在宫内所唱编的推特掌 他练习时发力刚进有力 冷坛脆快 架势工整严谨 在练习时 每一个人要注重基本功的训练 动作一招一拾 简单一学 下面由我徒弟玉富山来进行展示尹氏八卦掌、推特掌 那么,我们就会在颓座下集中的推特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由我徒弟玉富山演练隐士八卦掌直趟演练套路 带领长也是尹老师在宫内所创编 他的特点是舒展大方 动作趁筋拔骨 步远、身法、手法、鱼一体 适于寂寂、养生和鱼乐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隐士八卦掌记记动作简洁实用 它是借力使力 随动而动 随机而动 随变而变 下面 我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由我和我的弟子玉富山一起向大家展示 开始 第一个动作 冲掌 出 接手 接手的时候 来 接 接手直接 直接就冲 这样是身子和步子是一块 再做一遍 对方来手 来手 我接手 直接进步 这是冲掌 冲掌要求是两个人接到手以后 从掌下跟我们转掌一样 从换掌一样 从掌下穿出 再往前 还有就是调掌 调掌也是 我们接手以后 接 对方来手了 我一接 接手 接手 还是 刚才是直接拖 这个是滚动 滚动 是手 是用滚的方向 再做一遍 这个做的话 调 调 滚 这个手也可以 也可以向前 这手也可以踏 是双手 跟我们刚才演练的推托掌 出掌是一样 推托掌刚才 一出 啪 也是 调 这是调掌 还有就是 骂掌 骂掌 接手 出手 骂掌 我接过以后 啪 就直接的 往上 这是骂 骂掌呢 有两种 第一 出手 接手 接手 我骂 一个是我向他脑门这点骂 一个就是直接的从这戳下去 就是骂掌 慢点 就是骂掌 还有就是他在从这侧打我的时候 你这侧打我的时候 我侧身 是这样 所以他比较简单实用 比如他从这边来 从这儿 碰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出手 接手 接手 我带手 我们带手 一出手 带 带 带手的时候 如果他对方的力量比我小 那我一带 就带出去了 我没带住 对方力量很大 我在带的时候 我带 没带动 那我就跟上去 跟上去 腹子 身子要贴 这个手 要防住对方的肘 一转身 所以借着对方的力量来做 这是另一个三手的表现 还有椰掌 接手 出手 啪 一接 我一上 从这儿 向下椰 再做一遍 对方 来手 接手 从这儿 接 这是夜掌 好 尹氏八卦掌 散手训练 就介绍到这儿 以上 向大家介绍的是 尹氏八卦掌的训练方法 忌肌和直趟套路的眼泪 尹氏八卦掌 在演练时 要求 是注重基本功的训练 在走转中 也要求 要静心静气 比如说 我们在转掌时 一般人看 很是枯燥无畏 每天转来转去 左转右旋 他首先 在转掌时 要求你把心 练的是心静 让你把心静下来 心静了 你才能够做好每一个动作 这是在练心的一个过程 在演练中 你用力可大可小 根据不同的年龄 也可以年轻人做的动作幅度大一点 发力 用力一点 年岁长一点的 可以慢一点 动作缓慢一些 主要是 你在用气 在气息的调理上 要注意 比如说 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 要求四肢瓶龙 拇指内扣 这样要沉肩坠肘 向前伸 以后背的肌肉全拉开 还有让你用舌底上额 用鼻子呼吸 这些都是气息的道理 所以在训练时 大家不要着急 慢慢的练 再有在计计中 我们点到而已 主要是把 我们老前辈们 遗留下的 这些积极的手法动作 把它再传承下去 作为现代演练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种娱乐 自己很舒心很开心 对方互相也不伤害 这样大家都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心智也得到提升 八卦掌的训练方法很多 有单练对练 还有器械 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就暂时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